周立波炮轰糖爽迪毁她的慈善,网友被她的巨额捐款感动了管道号娱乐新闻Glanta World。 好长时间没有听到周立波的亲口了。 梳着小分头,穿着德体西装,说着上海话,普通话,在家寄瓶矿泉水,周立波不换装,不休息,一个人,一张嘴,一个提示家,撑起了一台海派亲口表演。 2017年1月至今,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周立波的演出了。 2017年1月19日,周立波在美国被警察在车内搜出枪支和可卡因,从此就消失了大众视线。 2018年6月4日,美国的一法院庭审结果宣判,正式撤销周立波持枪和涉毒指控,法官判周立波无罪。 周立波对结果表示满意,不会提起上诉。 对周立波来说,这桩冤案的了结是大快人心的事情。 没想到周立波回国后,对这起冤案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梳理,认为自己被人陷害,要讨回公道。 和唐爽,莫虎,燕军三人又陷入了无休止的微博骂战和官司。 网友不理解,这么折腾,真的不累吗? 最近,据说唐爽质疑周立波的公益资金有问题,这让周立波很是恼火。 11月14日中午,周立波上发文,大骂质疑他公益资金有问题的人是白眼狼。 并把成立公益资金的前后原因说得很清楚了。知道真相后,网友力听周立波是个男人。 周立波说,上海慈善基金会周立波胡捷公益基金是2010年12月20日我和我太太用我们所有的礼金和我自家的500万共计3980万元组建的一个慈善公益基金成立至今我们从未有过在里面支取过一分钱的费用。 虽然法律允许每年可提取基金的10%作为管理费用,但至今我们分文未取。 每年所发生的费用在由我们家庭自行贴补。 周立波说,基金的每一分钱都用于了灾区建设和扶贫旧困。这也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零成本运作的公益基金。 社会给予了我很多作为公众人物,我从未放弃过对社会的回报和担当。 四年前我又用我的演出费230万在上海嘉定区开设了一家雨花斋,每天为四五百位孤寡老人流浪者残疾人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365天风雨无阻。 周立波说,我们从来没有主动让媒体报道过我们的雨花斋。 我只想让老人们可以每天吃着我们的免费午餐,让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总有关心他们的人。 去年汶川地震,周立波捐款120万元,今年山东遭水灾,周立波又捐款20万元。 周立波把赚来的钱60%都做了慈善,这么低调做慈善的明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他呢?那些骂周立波的人,你们为慈善捐过一块钱吗? 周立波o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